Hello,大家好,我是Grace 今天来给大家继续聊一聊阿联酋的一个疫情的现状 那么截至今天为止呢 阿联酋的新冠肺炎的患者已经突破了5000的大关 达到了5365例 那么昨天的新增呢也是继续的走高 达到了432例 很多人可能都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新增在过去的一周的时间 新增的如此之快 我详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大概是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阿联酋是从三周之前开始封国 那么封国之后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企业都处在一个停工的状态 或者是在家半空的状态 这样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比如说减薪 比如说很多人失业 这样就会导致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那么这样的状况影响最大的就是底层的劳工 在迪拜呢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来源于这个印巴的劳工 他们呢是一群收入非常低的人群 大概每个月的工资 平均应该是1000迪拉姆左右 也就是2000人民币左右 拿着这样的一份工资 他们不光要在迪拜这个生活成本非常高的地方 养活自己 然后大部分的钱还要寄回自己的国家 去养活一大家人 所以他们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他们停工或者他们失业 可能他们的经济来源就会马上斩断 那么没有住的地方 每天三餐吃不饱的话 就会造成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些印巴老公 他们可能这种文化素质也会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本身的这种自我防控能力啊 都是比较低的 我们也会经常在这个朋友圈看到一些视频 就是有一些印巴人 他们就在大家大摇大摆的闲逛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所以说很多人都认为 这些印巴老公 他们可能是阿联酋这场防疫战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那么对于目前持续增长的疫情呢 阿联酋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快 昨天呢已经开始建这个方舱医院 地点就是设在迪拜的世贸中心 如果对迪拜了解的人就会知道 这个迪拜世贸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性举办会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的面积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个迪拜世贸中心呢 大概是可以容纳3000个患者 然后也有大概1000个床位 这个床位和床位之间是有这个隔板的 也有一定的这个隐私性 这里是可以接纳少量的重症患者 还有大量的轻症患者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防疫措施 就是阿联酋航空开始为乘客做新冠病毒的一个检测 也就是所有乘客在登机前花10分钟做一个这个新冠病毒的检测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携带这个病毒 然后就可以安心的上飞机 让整个客舱的这些乘客也会比较安心的乘坐飞机 看到这个消息呢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航空业真的开始着急了 因为如果你去查一些数据 你会发现有一些数据显示说 今年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 整个全球航空业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000亿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特别是对于阿联酋来说 航空业是一个支柱产业 但是我在这里要打一个问号 就是我看到这个检测 它叫Rapid Blood Test 就是叫做快速血液检测 那这个检测不是我们所说的核酸检测 它是否可以排除所有的新冠病毒的患者 包括潜伏期的包括发病的包括后期的 有传染性的这样的一些患者 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当然如果是可以做到百分百一整个机舱的人 都没有这个病毒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相对可以放松下来 把口罩摘下来 可以轻松的去进餐啊 然后去享受这个飞行 而且也会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包括各个国家的这种游客滞留问题 我们知道在迪拜也有很多的游客滞留在这边回不了国 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敢坐飞机 或者是一些航空的管控不让他们坐飞机 主要就是为了控制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 那么如果每一位上飞机前的乘客 都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测试来保证 飞机上的人全部安全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在迪拜在家隔离工作的第三个礼拜了 目前还没有一些解禁的消息 我觉得可能要做好一个长期在家办公的一个准备 还是像上期所说的吧 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 也希望自己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段经历当中 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等我们再次出发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有力量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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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